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多希望能够在其他的人不知道的情况下 能够占一点便宜 逃一点桥 走偏门 走后门 所谓旁门做道 修行呢 也有作弊的 但是作弊的受害者是谁呢 是自己 作弊以后啊 当然对于啊 不作弊的人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为考试是一种竞争 是一种比赛啊 是凭实力来运考的 那么作弊的人 如果一个人作弊 那就影响可能另外一个人就不能录取了 也可能呢 你作弊以后啊 你不应该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育的 而你就接受了 但是呢 你进入 进去以后啊 你很觉得会痛苦 因为你程度 也就是说你预备的资源那不够 所以你考取以后也是会痛苦的 因此 能够不作弊啊 是最好的 我们从啊 因果的观念来讲 这作弊的人 作弊以后 可能呢 不应该录取的人被录取 应该录取的人没办法录取 造成了自然界的不平衡 不公平 那对于啊 那些自制好的 用功的 是非常不公平的 既然不公平 自然而然呢 自己就作弊的那个人呢 会有果报 另外呢 如果作弊啊 就不知道自己的程度是什么呀 考试的时候 你就翻书本了 自己的设立如何不知道 所以不经一事啊 不当一致 考试的本身就是呢 让 应考的人 考验自己的实力 自己的实力啊 不能够从 考试的 这个过程之中 表现出来 或啊 体会出来 那这个人呢 可能往后走的时候啊 他就走不出啊 他是应该走的路来 应该的努力 他没有去努力 应该的训练呢 他没有经过训练 他超过了 他自己应该接受训练或努力的过程 一下子啊 他进入 他不应该进入的一个层次 去受教育了 那么这样子的时候 是很痛苦的事 是很麻烦的事 还有呢 一个人作备 影响许多的人 心理上面呢 不平衡 就是 愿望了很多其他不作备的人 比如说台湾大学考试啊 所以 是提倡荣誉制度 结果呢 就有很多人在这作备了 作备以后啊 好多人没有作备的人呢 也要重考 所以对那一些没有作备的人呢 在心理上面是打击 是挫折 是啊 不公平的 还有呢 我们如果能够养成呢 社会荣誉制度 时时时刻刻以荣誉为第一 不要啊 走基金 走旁门走道 那我们这一个人呢 是一个平时的人 否则的话呢 你在学校里边作备 将来啊 进入社会 所以你在工作场合啊 也会啊 投机奇巧 所谓投机母狗 这种习惯呢 随时都可以啊 暴露出来 那一次两次 你可能是幸运的 或者是啊 侥幸的 但是 我们常常听到说 夜路走多了 会遇到鬼的 不怕 危险 你会遇到危险的 这又啊 规规矩矩的做人 实实在在地啊 做学问啊 做事啊 你的信用很可靠 你的能力很扎实 你的人格很健全 你的心理很正常 这样子的时候啊 就是 你在学校里边 可能是平平庸庸 到了社会上 是普普通通 但是 人家会说 你这个人呢 是个可靠的人 可信的人 是实在的人 是老老实实的人 说不定 你就因此啊 而得到很多的便利 也能够得到很多的光荣 这不是更好吗 阿弥陀佛 对 阿弥陀佛 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